臭香臭啊 哈喽朋友們大家好 我等下今天要張小廚 我們今天來做一道 一吃就填補下來的一道 小吃好像就開始吧 老闆娘摟了就來了 10塊給拿 這是什麼 這是黃嗎 先把它清洗乾淨 多清洗幾遍啊 洗這個樓還是有技巧的 把它撈起來給它沙子沉底 然後把它倒掉 這麼海樓相對於四樓來說 比較比較鮮一點 看到沒有都是沙子 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冷鍋掛到裡頭 把水分對乾 抗乾水分炒起來才香啊 看到沒有好多水分 所以這一鍋不要省對 可以了先倒出 來舉一點蒜蒜 很臭很臭 我那裡是四斤的丁螺 所以準備了配料這一些 是蒜蒜紫酥乾椒 小米椒 薑蔥蒜 這樣把它們處理一下 酸蒜蒜 切點蔥白 蔥葉跟蔥白分開 紫蘇葉隨便來兩刀 來簡單堆個醬料 這豆腐乳少不了了 一小塊 兩湯匙的生抽 半湯匙的老抽 兩湯匙的蠔油 來點胡椒龜 一點點白糖提水 把它丟 攪拌均勻 不要喝出來了 八角桂皮皮香葉 豆瓣醬一點點 鍋葉先下蒜蒜 抗乾水分 抗乾了先倒酥 鍋葉下油 搭配點豬油 中央蒜爆香 蒜蒜也搞到裡頭 香料豆瓣醬乾椒 一洗爆香 充分爆香 像這個丁螺 給米絞 火鍋 裝蒜 下醬料 全部改白 炒香給放前甩 大火燒開 才小火燜 20分鐘左右 可以了打開 噢噢好香啊 下紫蘇 鮮紅椒配個色 勾個薄切 熱身粉水 這個湯匙可以充分一點 喜歡吃辣的話 這時候可以注入聯魂辣 香辣紅油 好出鍋 湯匙 吃的時候咬點湯汁這樣子一縮 那味道真的是絕難 這個沒有溜過水的 這樣子燜起來那個味道特別的噴 哇 這個煮20多分鐘剛剛好 那肉還是挺脆的 這個丁螺比那個石螺 鮮很多很多 它用泥腥味土腥味 一點也沒有 強烈建議大家嘗試一下 爽了 像這個做法同樣適合炒那個石螺 這個青椒大家可放可不放 主要是給這個菜搭配點綠 基本上呢可以把它又吸出來了 幫我們今天視頻到這裡 我們總結一下 要做的話那個肉夠脆 就是夠脆啊 做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水分給它抗 這樣子香味會更加濃郁一點 那麼在這裡那個豆瓣醬可以不放 但是那豆腐乳汁酥 那個酸鹽酸的必須要放下去 這是在我們這裡做那個炒螺的那個標配 主供參考 終於要關注了 拜拜